一口气听懂明朝十六位皇帝 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 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开局一个碗 聚中一个帝国 朱元璋小时候放过牛 要过饭 却最终建立了大明王朝 第二位建文帝朱允文 朱元璋的孙子 因为太子朱彪早逝 朱元璋就把皇位传给了孙子朱允文 第三位明成祖朱弟 这可是位狠人 他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 授封燕王 后来因为建文帝不断削帆 打压亲王 燕王朱帝起兵 夺位登基 永乐帝先都北京 发展经济 开疆破土 立下不适之功 后世称之为永乐大帝 第四位明仁宗朱高齿 朱帝长子 只做了十个月的皇帝就去世了 第五位明宣宗 朱瞻基 也称为宣德皇帝 在位十年 朱瞻基与他的父亲 统治加在一起 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一年 却被历史学家称之为 功绩堪比文景 史称人宣之志 第六位明英宗朱祁镇 这是个命运多舛的皇帝 九岁即位 二十一岁土木宝之辩 朱祁镇被瓦剌俐 本来期待有人来救自己 没想到朝臣直接让他的弟弟朱祁裕 来登基成帝 朱祁镇就这么被抛弃了 瓦剌一看明朝大臣们也是真狠 就把朱祁镇给放了 朱祁镇回国之后 又被弟弟给软禁了七年 后来发动政变 才复位成帝 第七位 就是在朱祁镇两次称帝之间的明代宗 朱祁裕在位八年 哥哥朱祁镇复位之后被软禁 一个月后去世 享年二十八岁 第八位是成化帝朱建生 朱祁镇的长子 因为自己命运多舛了爹 朱建生的人生也是起起伏伏 朱建生未满两岁就被立为太子 父皇朱祁镇被瓦剌给掳走之后 叔叔朱祁裕成帝 朱建生的太子地位就变得名不正 言不顺 后来叔叔直接废掉了朱建生 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后来朱祁镇复位皇帝 朱建生也复位太子 但是朱建生在多年的皇位斗争 和朝不保夕当中 落下了口吃的毛病 还爱上了比自己大十七岁的万贵妃 万贵妃善度 几乎弄得朱建生没留下主次 第九位是明孝宗朱又称 因为万贵妃的迫害 朱又称一出生就被藏在冷宫里 直到六岁的时候才被自己的父亲发现 并被立为太子 第十位是明武宗朱后赵 正德皇帝 这是一位非常奇葩的皇帝 爱喝酒酷爱武功 册封自己为大将军 同时对经商兴趣浓厚 经常扮成商人模样 在紫禁城里开设商铺九四 第十一位 嘉敬皇帝朱后葱 最喜欢在宫中研究长生不老的药方 命令宫女每天早起 采集御花园清晨的露水 供自己炼丹 第十二位是明目宗朱宰厚 非常好色 由于纵欲过度 长期服药 三十六岁就驾崩了 第十三位明神宗朱义军 万历皇帝 又是个奇葩皇帝 在位四十八年 有三十多年不上朝 不见大臣 朱义军最大的爱好就是敛财 从南方富庶之地征集来的盐税 大多埋藏在皇宫的地下 第十四位皇帝 明光宗朱常洛 这是明朝最不幸的皇帝 一共活了三十九年 前二十年是个受冷落的皇子 后十九年 是个父亲一直想废掉的太子 好不容易登基了 一个月就驾崩了 第十五位是明西宗朱油教 天启皇帝 比起当皇帝 他更喜欢当木教 据说他设计出一种 能够喷水系朱的金龙 而朝政却都交给了大太监魏忠贤 第十六位是崇祯皇帝朱油简 这是一位有报复的皇帝 无奈当时的大明朝 已经内忧外患 1644年 李自成攻破北京 崇祯帝自溢于梅山 终年33岁 明朝的历史也就此终结